龍魚 新出晚飯要幹嘛 跟著我們一起來釣蝦 歡迎來到蛤站天下 我是獵獵 我是我們今天來到哪裡 朝園的七五海 魚蝦釣要場 那為什麼自己會叫魚蝦釣要場呢 因為它外面有一池是海釣場 裡面一池是泰國蝦池 還有一池應該是烏波魚池吧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一樣就是挑戰 泰國蝦齒,還是要挑戰龍膽 我剛問一下那個長愛釣的大哥 他跟我講說外面是釣龍膽石斑 龍虎斑跟紅虎 對,那外面都是那種比較爆發力很強的魚種 等一下BB可能會被拖下去 所以我不知道這裡的魚有多大 但是聽起來應該是 我依我長愛釣魚的認知是都蠻兇猛的魚類 所以BB可能會拉不住 好,那我們今天就一樣挑戰泰國蝦齒 嗯 那這裡的話我稍微看一下環境 就是它的水深落差稍微大一點 池子的深度大約像五尺半的線會比較合適 因為它池子還算蠻寬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做長邊丟到中間的話 需要長一點的母線 對,那我剛才就是現場重綁 因為我剛剛看一下場地的規格 我原本綁四尺半而已 那我就看一下我就綁 重新綁改成五尺半 對,跟大家解說一下說 如果說這種水深落差要大的場 我們要怎麼去應對 對,因為我相信有蠻多的新手們 會對這水深落差的問題 有蠻多疑惑的 到底說我要釣得比較淺 還是我要釣得比較深 沒關係 大家阿列實際量給你們看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準備進去吧 走 我的未來 努力將這運動 帶往大街沙巷 讓每個人都感受到掉下的慘快 如果我們歡迎每個喜愛掉下的你 一同加入這個熱鬧的系列 在這個平台上展現你的技巧 與全國的好手們一腳高下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 釣竹使用 對,釣竹使用 然後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很久很久沒有介紹的新手包 看一下阿列最近的新手包改了什麼 改了一隻豬嗎 我抓的 這是BB去甲子園 然後運氣很好 10塊出兩隻 10塊錢 對,他出了一隻鴨跟一隻豬 我想說因為我們這個包放在桌上都長一樣 怎麼豬很適合他 怎麼豬很適合我 是我們包包放在這樣的桌上 你看喔 這樣是不是大都長一樣 那豬過來是豬 這是我的 因為你就是豬 不是啦 好,來看一下我們最近 其實裡面沒什麼變阿 阿列最近 因為測試 不要幫大家測試一些配重 我相信大家神剛波 玩起來一定有很多元的配重 像是你們沐印的使用 或是不加沐印 然後水的密度之類的 所以阿列 準備比較多顆 那去做使用 那就一樣勾子 然後下面都有天秤 有點雜亂 因為阿列沒在整理 就是我會記得幾顆的多重這樣子 所以我沒有特別整理 好,介紹一下今天的吊主 這是我們的蝦戰天下的槍香精 覺得還不錯啦 可以量你今天的蝦子大小 好,吊主使用今天一樣使用日星黑橘 那今天我使用2.0的神當波 那今天配法可能大家以往看到 可能是紙杯 或是使用小小墓印 那我今天使用比小小墓印更小的墓印 它是日本的00號墓印 如果說大家想要找的話 可以上網去找日式墓印00號 好,然後這是12號的八字環 跟0.51的鋼式防殘天秤 短脖子的 搭配0.028的精靈環10公分指線 然後日本鋸牌關就 好,這是我們今天的吊主配置 好,那因為包裝被阿列丟掉了 今天一樣使用現在天下的刺尾青 你看大隻又好剪 這比較大隻的我就一樣 把它分成兩片肉 剪兩片 然後勾的方式一樣 就是勾過去 把勾件露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走號 勾一下先來打 兩隻嗎 一隻 兩隻 是兩隻嗎 結果是耶 賽到的啦 怎麼賽到的 最近雙弓很有緣好不好 最近那個釣桃蝦也雙弓 釣這個也雙弓 有有 這樣封一下 直接點 封到就可以點 嘿嘿,正吃啊 給他 給他走一下 到微訓 我們就 不要 不要蹦太緊 就是放鬆鬆的 看他會不會走 因為有時候蝦子會夾來吃 看一下 有點反光 有 有有有 來一下線就好了 怎麼一樣 把這個號封緊 他會走 我們封緊就直接開 這種應該都正吃了 我以為前面他沉了就要打 沒有沒有 你釣桃蝦啊 這個都正吃 回不去了 蛤 回不去了 回不去 對啊 喔 那個感覺有號 就馬上要開的感覺 桃蝦很忙耶 一有號就馬上打 你不要等一下要跟老闆接拖把 你看一樣有齁 在這裡 沒關係 因為我不確定他是水管還是蝦子 我們要把它繃緊看看 一樣會沉 好 我們 一樣不急著開 我們去 帶看看 因為這隻不太會走 可是我也覺得不太像死蝦 因為死蝦的話應該 只會在固定一個位置 我們輕輕看看就好 應該是 東華的咧 我感覺不像蝦子耶 因為蚵沒有掉啊 我知道來再試一次 我們在場試一次 因為我第一次來 我也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什麼 什麼 我不知道人家在睡覺 你看有沒有 這隻可能是蝦子嗎 這會走 哎呀 摸久了 摸久了還是會有 打到雷達片了 因為他忙走我就順著開 欸 沒有打在鬍鬚上面 就雷達片上面的鬍鬚 我覺得這不是蝦子 你看 就在同一個固定的地方 我們把它帶緊一點看看 結果大家把水管滑起來 會不會 欸 是蝦子啊 說人家不是 欸 在這裡尋到一隻 會走的訊號 我們一樣 反向風險 點一下 下次來衝我們就讓它 然後順順的起來 正吃 好 喔 雙公喔 沒有沒有 哈 正吃嗎 不知道耶 正吃 讓給你 人不錯吧 人不錯吧 你啦 欸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 欸 為什麼 最好是啦 誰教你這招的 丟回去丟回去 誰教你這招的 誰教你這招的 呦 出委訓 就是那個佼佼 那這種話我就會 往往內封 我會看他到 確認他的位置在哪裡 那他現在不走 沒有關係我 我現在就封著 那他持續有一個情度 那他只要一走的話 就會下沖 那等於說勾子會直接碰到他 如果說你鬆鬆的時候 像這種走訓 他可能會玩你的勾子 所以你的訓 他會變成一直在上下跳動 你看我現在封著 有沒有 來又是J下去了 那很明顯嗎 你看他不穩定 上下跳動 我繼續不要動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抽到了 抽到了 抽到手 抽到手 讓他自己去卡你的勾子 你就不用勾子 你就不用勾子 成烈 成烈 是掉到這裡 還是掉到這裡 掉到裡面去 那我們掉洞吧 那我們掉洞吧 我要把那隻跑發揮 我要把那隻跑發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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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摩到我了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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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腳來打 好的摩到 腳 來手 這樣很怕 好可惡 走 走 誒 走 哎唷 啊人家有寶寶 來喔 有力 可以選擇黃奈 好笑 連人家想 一斤半 你掉半斤 至少一斤 你掉半斤 你的技術指揮下 才有辦法掉這麼多 對不對 幹子在我手上就是我掉的 不過我們中間那一段 因為我剛好是那隻蝦掉下去 掉下去那個 應該它是馬達 所以把它隔起來 怕有些可能 人家不知道 勾到 因為它需要你 就是你要下去試 試看看說 這地方會不會被吸進去 之類的 它是有點換水馬達那樣子 所以說 還好它人家機器沒有開 有開 它應該那個水會 從旁邊流出來之類的 我是不確定 那我們從那邊挖了好像 應該半斤有 我們連續起了好幾隻 都是我 是我 我幫你帶線的 好啦 算你BB開心就好 從這支影片播出後 我的名字就要叫雙弓BB 沒有 那才一次好不好 那個是我跟你講 那個是我覺得那邊有蝦 我讓它掉 你不要喘 好啦 那這裡掉下來新的 我覺得這裡還蠻好玩 還不錯 而且都會咬 對這裡的鎮翅率很高 就是蝦子它活力也蠻夠 就是不要看它小隻 它的彈跳力什麼活力 在水裡衝都真的是 應該是沒有回蝦 對 然後又會正吃 我們連續兩次 我雙弓一次 你雙弓一次嘛 我們兩次都正吃 所以代表說這裡的蝦 真的是會來吃了 對 還可以再來 我覺得 來這裡的朋友們 可以準備一下大概 五尺半 對五尺半到六尺的線 不然肩膀會很重 嗯 這樣子你們還可以掉到中間水泡區域 那我覺得水泡區域的蝦子 還算蠻多的 主要是可能我們那個水管 兩個水管之間底下會有一個障礙物 因為我們常常會在那邊有訊號 但是開台是空的嘛 所以說那邊可能有個障礙物 那我說有知道底下是什麼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那個是水管 就是說是地不平 是吃水泥之類的嗎 死下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如果說死下的話 如果被我們這樣摸摸摸 他就會離開他有本位置 他不可能一直在原本位置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現在來蝦南天下官網 有阿剛的清潔課程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從我們蝦南天下官網 去下單做教學 不是做教學啦 是看阿剛的教學 呵呵呵呵 做學習 對做一個學習 那如果說對我們的產品 還有一些周邊商品 對我們的產品 例如說 清早包 然後香香精跟乾電 還有誰剛貨 天品 都可以從我們的官網裡面 做下單購買動作 那很多新的朋友 會不知道怎麼綁線 不知道怎麼做配重 那可以從我們的影片中 那阿列現在會去講解說 我的配重方式 我用的什麼東西 那大家可以參考說 我用的擋豆 或是說用的木印是什麼 你們可以看看 那這訊號 看一下你們喜不喜歡 因為阿列目前的話 2.4 2.4 2.7 這三個 我都有做重新做配重 對 那我們就會一一拍出來 給大家看 說這訊號 呈現怎麼樣 那你們可不可以 抓到這個開箱實際點 那阿列也會 邊調 邊講解 那我們今天影片 差不多到這裡囉 我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